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一次不是在摄影棚 我们现在是连线了 对吧? 我好像感觉到我很穷的样子 没有啊 你的背景很好啊 你的背景是你的一个画作吗? 对 我的这个一幅画作叫《红丰》 是吧 是最近画的吗? 也是前一段时间画的 这个是用宣纸画的 但是呢 跟传统的宣纸会画是不一样的 第一呢 他是用宣纸 第二 他用油彩 第三呢 他是质感绘画 什么叫质感绘画呢? 如果你放大的时候 你看原作 你就可以看 它是凹凸不平的 不像咱们画画是平的 你摸的上面是凹凸不平 像油画一样 它凹凸不平的 所以在叫质感绘画 这也是我 自己创作出来的一种新型的绘画的形式 虽然是在这个宣纸上 但是呢 与中国的传统的绘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画作是这个 你现在好像不像以前了啊 我觉得以前找你访问的时候 你还比较痛快 最近一两年就变得很别扭了 哎呀 对不起 我在忙忙忙忙 但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听你聊天 因为现在人们的时间很紧 这个知识的渴求啊 很旺盛 大家巴不得说 赶紧来的干货 赶紧来的干货 尽可能五分钟 十分钟把一个故事讲完 我跟这些观众的需求啊 我恰恰相反 我希望讲一个事情 慢慢慢慢又要讲 而且最好呢 就跟聊天一样的 东拉西彩 东拉西彩 实际上里面所得到的东西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估计也就是因为跟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大哥大姐啊 大爷啊 那么这个听他们聊天 我觉得比我看书 要接受知识也好很多 所以 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方式 讲到哪里 到哪里 你很聪明啊 这就叫做 与君一席谈 圣读十年书 因为什么呢 我也喜欢跟长辈们或者是有学问的人在一块 因为呀 他们跟你说的这个一句话或者几句话 是他读了多少年的书 多少学问 是吧 积攒成来的 而他告你的都是精华 除非他不想告诉你 那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个呢 确确实实呢 你比如刚才说的我这个会话也是 是吧 那你也提到了 我最近呢 我就 懒得理你 主要是 专心的去搞我的这个 金融 会话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研究了很多很多年 尤其是我又是搞金融这个行业 然后呢 又搞会话 所以的话呢 研究了很久 很多很多年 也失败了很多很多次 花了钱也无数了 那才能够有这些 包括像我背后的这个 这个红 红 那也是这样的 也是看了多少画 然后研究的 那又不能跟传统的一样 甚至于画法什么的 等等 都得要有区别 那 那当然是 不是一句话就能讲完了 而且这些东西呢 也都是 也是很有经验的东西才行 而且还要有创新 那传统的一些东西的话 大家都知道 像我搞的这个金融的绘画 就是上次可能你们 看见了 也可以这次给大家再看一看 我的那幅这个 幸运女神 也是 华尔街 密码 这个系列之一 这幅画呢 当时参展的时候 为什么 很多人都来问呢 就人家 没有听说什么叫 金融绘画 没搞懂 那其实呢 这幅画里面 你这看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的话呢 比如说 是吧 在这个画的这个 这个 上部 这个胳膊 这个部分 在左边这边呢 好像有一些 绸带呀 或者水纹线呀 或者是说 你可以考虑的云也好啊 等等 是吧 然后从下边往飘上去 飘到肩膀 飘到胸部 然后飘到肩膀 从那个胸部那下来 就到腰部了 你看到右边就到腰部了 到腰部的话呢 就到臀部了 这个腰部到臀部 和左边的水纹线 上下的水纹线 其实呢 如果你是搞这个 金融的操盘手的话 或者你是搞股票也好 或者你是搞期货也好 你马上就会看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非常著名的 三条线的理论 三条线理论的里边的 20天的平均线 就是这个腰部到臀部 这个位置就是20天的平均线下来的 那我不能画出一个平均线 那多难看呀 因为你是艺术嘛 所以这个就是密码 这就是密码 那么当这个平均线出来以后 你再往上看 那胳膊 胳膊是白颜色的 也出了一条线 这条线呢 就是60天的平均线 刚才我们不是讲了三条线理论 这是20天平均线 60天平均线 和120天平均线 也有人叫150天 或者怎么样 都可以 那么呢 这个白色的呢 就是60天的平均线 再往上看 你看他的头发 是吧 甩下来那个黑色的 像头发一样甩下来那一颗黑的 哎 那个呢就是120天的平均线 这样呢 三条平均线 就 在这个 图画当中 金融的 最关键的 三条平均线 的理论 的这个 图形 形状就出来了 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那么 在理论上来讲 你看他手上拿一颗珠子 是吧 下边的也有 也少也拿了 也拿了一颗珠子 下边你看那个线小山一样的 绿色的 和红色的 可能你那边出现的是黑色和红色 那这个 当绿色的小山 变为红色的小山的时候 这个中间有条横线 当他突破了横线到了红色的时候 哎 这个 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 信号 就是你关键的一个买入信号 那上边 在这个20天的平均线也是 这个当那个价钱 你看每一个 他那个红的和绿的 这叫K线 一个一个小的 红的和绿的那个线 这叫K线 当那个K线的 突破了20天 这个平均线的时候 突破了20天的平均线 而下边的 这个 也突破了 这个MACD 就现在这个绿的和红的 这个小山 在这个金融的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里边 这个工具里边 叫MACD 这个工具 那么从绿的变红了 上面呢 价钱又突破到 20天平均线以下了 当这两个 这个信号都出现的时候 都出现的时候 就是你 买入的时候 买入的时候 当然这个是 买跌了 所谓买跌就是 做空 那么反之呢 就是买账 做多 但是原理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原理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金融的这个知识和常识呢 你就不能够明白这幅画 到底讲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我们讲的密码 这个是一个密码 那么这个密码呢 就是我们讲的华尔街的密码 你要想打败华尔街 那你就必须得懂这些密码 你不懂这些密码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玩 但是光这个密码还不行 在这幅画的背后 还有什么呢 还有口诀 就是决胜的 赚钱的口诀 有了这个密码 你再看了背后的这个 这个口诀 也就是秘诀 秘籍的那个秘诀 有了这个 而且他有 有这个讲的这个 这个阐述 这个阐述 让你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两个一加起来 你就是只剩了 你就赚大钱了 保证让你赚钱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 在 这次的展览会上也 后来之后也有很多的评论 这个讲的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我听的 你比如说 当这个 画家们 特别是这个 学院派的画家们 看老画家们看了以后 有一些画家看了以后 因为他们不懂 很多就是非常有名 可能有名大画家了 我又不点了 因为也是我好看 他们就说 哎呀 我们这个还真是看不太懂 这确实你要是 没有点这个 集中常识的话 确实还是 不太容易看懂 那么 那么可是呢 大部分的人呢 就是更一般点的人呢 就是 也所谓的专业的 人士呢 都是从这个 绘画的 这个大学生的 或者老师的角度 去评论评论 比如说 这个肌肉怎么样啊 或者线条怎么样啊 色块怎么样啊 有一些 也跟我不错的一些朋友 他们都是以色块啊 颜色呀 还有这个 整体造型啊 从这个方面 去 去谈 这个呢 就稍微属于稍微一般一点了 然后再有一些呢 比如说 舞蹈家 看了这个画以后 哇 这太精彩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发现 这个腰部和臀部的这个 扭挫的这个感觉 完完全全 就是 这个 这个 比如说这个 轮巴呀 桑巴啊 还有这个 国标舞啊 还有拉丁舞啊 这些动作 太棒了 这个 这个交错的感觉 就跟我们跳舞 是一样一样的 为什么能做到这呢 就是因为 我自己研究舞蹈 我自己本身就研究 你不研究 你怎么可能弄出这种动力 所以必须得 让专业人一看 哇 这是没得讲 是舞蹈 是舞蹈的动作 那么再有一些呢 就是说 懂音乐的人 比如说音乐教授 像我有几个好朋友 都是跟我非常要好 他们看了以后呢 就感觉到呢 这个后边有 有深刻的这个音乐背景 有一个小提琴教授 他就说哎呀 这不是 拉哈曼尼诺的音乐在背景呢 很深沉的那种的 在背后呢 你看他看出来了 是吧 所以呢就是说呢 每一个人 或者是不同专业的人呢 他们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那么就是 艺术家也就是说这个绘画的 他看的是 色彩色调色块 等等 是吧 那么这个 音乐家 或者是舞蹈家 他们看的是这些 金融家呢是看到的是 金融的这个密码 以及 当然他没有看到口诀 是吧 要看到口诀 那就更 那就更精彩 那做什么东西呢 像我们搞这个书法呀 什么都是有口诀的 也都是有口诀的 这个 这就是 就是我讲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为什么 最近何平兴 平兴找我 我老躲着他 我 不好意思 他找我了 不好意思 我是做的 我实在是 经历 不不上 然后 我要搞 要研究舞蹈 要研究音乐 什么都得搞 什么都得研究 然后才能把这个东西综合的 运用到这里 这才是现代意识 那这才叫现代意识 而这个脱离了一个一般的 就是 仅从绘画角度 仅从学校的这种的 这个绘画的这个 这个方面去看 那个就有点简单了 这个的比那样大多 大概起的就是这样 所以希望何平兄 你多多的原谅 请你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 跟你聊天了 主要是 深度十年书 这样的话 就是 给你做一次节目 可以几个月不多书 至少是 对吧 但是几个月我们还是要来一次的 今天呢 我们除了 请你介绍一下你最近的艺术创作 我们还是要回到 一般是黑水 一般是火焰 一般是艺术 一般是政治 我们继续来讲一讲 这个李志辰先生 晚年的时候跟你聊天的那些精彩的故事 我不知道今天你跟我们带来了 李志辰先生跟你聊的哪一些内容 移动一个点 不要节目讲完 因为我们后面还节目来 这个李志辰医生是我的忘年之交 虽然我们俩没有见过面 但是我们俩在这个电话上聊天 一聊就两个小时 最高的时候聊到三四个小时 这么长时间 跟我讲了很多东西 特别是因为那个 他呢 这个 对这个 他的第一本书呢 因为他跟我讲了 他的第一本书呢 主要是讲大事件 就是中国的一些事件 每一个事件 他的日期他都记得非常非常的准 还有呢 这个毛的一点私人生活 由于呢 这些事件呢 很多事件我都知道 那个 因为是这个 家里面都是过来人 虽然那时候还小 但是很多事情都都听过 而且有些事 都家里亲身经历过 所以他一说的话呢 很多东西我们俩就能 很说的来 很聊的来 而且他所说的人呢 好多呢我们家都认识 所以呢也很 那个说的来 其中有一个 就是我这个这个 当然你这个 你们也知道这个 比如说张一凤大姐 是吧 这这这 我也 我也去到他家去 让他去看看 人特别的好 他们家住在那个 一个二楼上 那个房子也很大 蛮好的 那时候他的 二女儿还没走 还在中国 但是大女儿呢已经到美国来了 二女儿呢后来 也出国 但当时还小 那 有一次呢就是跟这个 李志随的聊起 当然我们也会聊起 张含芝 我们的我的亲家 他就是 他是我 大姐夫 他的父亲 乔冠华的 第二个 弟子 那么呢我们也会聊到 他的一些事情 那么聊他 当然呢就是 他在这个书里边也写了一些 关于毛的这个 私人的一些生活 这个也是 那么呢 这个 其中呢他书里边提到一个人 我们也认识 我们家官员也特别好 就是谁呢就是他 提到一个那个 铁道兵 这个 这个铁道兵 从铁道兵文工团 钓到毛的身边的 一个 故事也好啊 是反正是这个 工作人员 也好 一个 一个女性 这个人呢 跟我大嫂是好朋友 我大嫂他们家也就是我大嫂是我 我大哥的前妻啊 老大嫂 我叫他老大嫂好了 我大哥现在的太太不是了啊 现在我们叫小大嫂 一个老大嫂 一个小大嫂 那么呢 这个我的老大嫂 他爸爸是 铁道兵 这个 这个参谋长 铁道兵参谋长 所以呢 他们家呢也住在铁道兵大院 那我这老大嫂呢 他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这个好朋友呢 后来就 就调到毛区身边去了 因为我老大嫂是学医的 他是医生 他是一个 正牌的这个非常 自立非常老的一个非常把握的一个医生 那 他的这个好朋友呢 当然后来也管一些毛的生活呀或者是医 医疗方面的一些反正相当于护士这样的 护理吧 当然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就是 这个 生活呀以及这个 包括有些政治方面事他也参与一下这样 就是有时候毛呢 就希望派他这些人到他下边去到外边去 了解情况 那他呢还真帮了我们 也还真帮了我们家忙了 不是那个 那个家的意思 就是说 有些小事 那 这个 当时我印象还很深 那时候还 我还好小呢 那时候挺小的 当时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毛 的 铅笔 毛泽东用的铅笔 那个毛泽东用的铅笔呀 虽然是中华牌的 但是呢 他这个铅特别好用 非常的柔软 啊 那时候我还用过这铅笔 那时候 我那铅笔在 就在我大哥和大嫂的屋里头 我咱还用 哎呀 这铅笔好 这是 这毛泽东用的 偷出来 偷出来的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大姐 偷出来的 这大姐呢 就是人也特别好 而且呢 那时候呢 还给我大嫂 因为他跟我大嫂关系好 那他还给我大嫂了这个 那个 毛抽的烟 脚盒的 熊猫牌的 毛抽的烟 毛泽东抽的烟 还有最 我最喜欢那两个 其实对我没什么太大事 最喜欢的是 毛吃的巧克力 给我带来的 哎呀 我吃的巧克力真好吃 比外边的巧克力好吃的多了 那他告诉我大嫂说 毛为什么喜欢吃巧克力呢 然后据说呀 这个他说跟那个这个就这个大姐说呀 就是铁岛兵那个大姐说 巧克力呀是补脑子的 巧克力补脑子 你吃了巧克力呢 对脑子好 哎呀 所以从以前嘛 其实我并不怎么吃巧克力 后来他告诉我这个事以后 我吃了毛的那个巧克力 然后 但是毛的巧克力 我记不住那个 那个纸包装啊 那个那个是 什么牌子 我现在记不住了 当时呢 还留着那个肠脂呢 后来都扔了 就这个巧克力我吃完的时候特别好吃 后来以后 我就喜欢吃巧克力了 我那时候就老是 到了美国以后呢 这巧克力跟那不一样 美国巧克力都是苦的 苦巧克力 人家那甜的巧克力 这怎么回事 这说呢 他们说呢 这个巧克力更纯 这个巧克力是95%的 巧克力 就是很纯 所以才有苦味 这个我才稍微知道点这个巧克力 但是我最早喜欢吃巧克力的 就是从吃这个毛的这个巧克力开始的 后来我就经常注意自己 也买巧克力 以前我 基本不买 就是人家买了 家里买了 吃几个瓶子 因为那时候自己买巧克力也买不起 那就那时候吃 所以这个呢 这就是后来我们俩聊到这个人说 他还跟我大聊 特聊聊了半天 具体的我们不能说 具体的说一点了 你比如说讲到 铁道文官团 我有一位同事啊 就是从团这样后来就调到了 铁道文官团 他们还有一个话剧团 非常有规模啊 铁道部是一个 中国是一个一半是行政一半是军事 他是一个准军事单位 对吧 那么其中文官团的听说是一对姐妹 是烈石子弟 是真的假的 而且有人说是毛泽东看到他说 哎呀你长得有点像杨开慧 是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呢 不是铁路文官团 是铁道兵文官团 铁道兵 OK 搞错了搞错了 OK 铁道兵文官团 对 他们是穿军装的 对对对 对 那个团长后来那个团长叫焦乃基 也是我们家的好朋友 焦乃基他还是 就是我大嫂跟我大哥的介绍人之一 这个焦乃基 他们铁道兵文官团 那个这个呢 这个这个这个呢 确实也是姐妹俩 这个是 所以我们俩当时聊了 所以我还值得一点点吗 完全正确 而且他们听说 他们本身也是红二队是不是 对对对对 为什么跟我大嫂关系好呢 就是我大嫂也是 她爸爸是这个铁道兵参谋长嘛 所以呢而且也是红一方敏军的 也经过长征的 只不过她那时候呢 职务低一点 你刚才说是谁是铁道兵参谋长 就是我 我的老大嫂就是我大哥前妻的 嫂子的 父亲 他父亲 他父亲是铁道兵参谋长当时 嗯 OK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跟 就很熟悉了 那我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也不能说 我完全不懂一点点嘛 因为我搞错了 正确 你说的这个姐妹俩这事 确实是有 而且呢 最逗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妹妹还告诉我大嫂 他把他姐姐 也带去 为什么因为他姐姐 太想见毛主席了 只要毛主席见他什么都行 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所以 他实在拦不住 原来他还跟我大嫂商量 他 他太想了 那都没办法 那人家 这一生的就是这个愿望 那你怎么办 这其他的 什么上传不上的都不重要了 你能够 说在一个人能够达成自己的一生的愿望 这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了 一般你还大闹呢 这事我确实知道这事 那你见到他这个姐妹是这个 是妹妹介绍的 你刚才说是妹妹介绍的 是不是长得 确实有点像杨开飞呀 这个人我没见到 这个人我但是 瘦高条很细 有点像我大嫂 瘦高条身材特别好 他的 男朋友呢 好像是当时的 这个铁道兵 这个篮球队的 队员 他也是大高个 名字你还记得吗 名字 这个记不记得我也都忘掉 那个时候已经告诉我们了 你这必须不能记住 好的好的好的 珍重珍重珍重啊 这个有时候朋友的友情 是超过这个一切的 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一点 他给我拿的巧克力师 这大姐姐我就谢谢他 那时候哪有吃这么高级层的 而且毛铁吃层的 那时候我们才十几岁 吃到这些东西 拿到这些东西 那简直就觉得 光荣的不得了了 就觉得太光荣了 有人批评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有一种自卑的心理 什么叫自卑呢 他是到北大没有读北大 所以他有一种文化的自卑 一方面他要打击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他喜欢交往的这个女性 最好是没有文化的 对他追门交往一些的这个文化程度比较低的 无知少女 你觉得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吗 我觉得 完全不够事实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首先一个毛当时在北大 他就是旁听生 他在北大上了很多的课 而且读了很多的书 而且他受北大的影响 甚至于是北大的把他这个提携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的启蒙就是在北大启蒙的 他的真正的真正的思想启蒙 就是在北大进行启蒙的 而且呢 他当时跟张国焘也非常好 张国焘当时是学生 他不是学生 因为他为什么不是学生 他没有钱呀 你上学你得有钱呀 你想想他那么实际的免费 让他在那上学上课 尤其他跟这个杨昌记的关系 就是杨昌辉的爸爸 他是那教授 他没有钱的话呢 那时候他们俩还没结婚呢 是吧 那就是这个开始还是那个 就是说 张好了 是吧 能够这么提携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且呢 当时陈独秀 李大钊 都很提携毛 李大钊 你想李大钊是 组组馆的馆长 他是这个 里边的工作人员 所以李大钊很照顾他 也很提携他 因此他在早期的时候呢 很早呢 他就是共产党 他是共产党的这个发起人之一呀 是吧 所以他对北大呢 是也很有感情的 他后来用了很多北大的学生 他的那个秘书叫什么呢 叫 黄 黄震 还有这个 不是 黄震黄法 我脑子现在有点乱了 这个 很多都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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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的那些 有一些 后来的学生 这个 他们用起来很多 毛泽东和周恩来 他们用了很多很多 这方面的人 如果要按照他们的说法的话 那 周恩来还没上过大学呢 是不是 他那个 他在那个哪儿 在那个那个叫什么南开的时候 南开的时候还不是大学呢 是吧 那他是他从留学去了 直接就留 到西方去留学了 留学他也没证明 留学就是打工啊 这这书我全都认识 包括那个 附中 陈毅 是吧 陈毅他是读了点啊 但是就是没有 就是还是 我们讲话就语言学校 语言学校 打工 在语言学校 还没有真正的 让他正牌大学 还没有 都没上 没有上到正牌大学 如果真正的上了正牌大学 估计他们也不回来搞革命了 今天 后来可能就是 法国或者是欧洲或者美国一个大学教授 娘马上 所以我觉得 中国人在评价一个事情的时候 他整是会拉东和西 你是一个 小学家吧 他就说不管你的小说 而是说他诗写的不好 如果判断一个诗人就说你的小说不行 其实这个 娘马上评价这个毛泽东 最重要的是他是个政治家 他是个政客 他是一个玩弄传述的人 应该是讨论他的传述 应该讨论他的政治锚恋 对吧 中国人的知识分子最后面的毛病是很严重很严重 给人扣帽子 就就把自己的一些那个一些想法全给扣在人身上了 而且他就是完全是有时候就 瞎想 瞎说在那 但是这个情况呢 就刚刚你说中国人都有这个情况 也许我们也有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这个 李之随医生 有一件事呢 就是我跟他看法 就无态仪式 你比如说 他认为 这个 这个毛呢 跟江青呢 就是跟这个贺子珍呢 因为他后来他他也知道贺子珍的事 贺子珍呢跟我们家的关系就更近了 因为贺子珍还有贺子珍的 哥哥还是弟弟跟我们家也很熟 贺什么敏呢 贺敏学 忘记了 贺敏学 贺敏学 那这个谁呢 这个 这个我爸爸当时就解放以后 到上海 那个住的那个什么医院 华东医院什么医院 那是我大哥在那 开那个剪刀器 发言 开刀 那还碰见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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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贺子珍还跟他在一块 这个 因为贺子珍当年去苏联就是我爸送过去的 很熟 那 这个这个谁呢 李之随呢 他认为呢 这个贺子珍呢 这个是 到了1935年 那个毛 就是 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呢 这个毛呢 就 已经厌倦了 他他他这个这个书画稍微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点 在这个 在这句话稍微有点极端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他就认为 毛是 玩玩弄女性 所以呢 这个对于这个 贺子珍呢 已经玩够了 不想再玩了 就这么个意思啊 话没有这么说 他的意思就是他就 就说的 验了 想找新的了 那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不这么回事 首先你得知道延安是怎么回事 1935年 1936年 那时候是吧 刚到年啊 根本就没有女的 像毛他们这种的 有老婆的 那你就 你就知足吧 你就 哪找去 没有 而且那个时候的话 又没有别的什么业余生活 只有性生活 没别的 那 老毛呢 是一个性要求很 很强烈的一个人 他没有这个 他根本就不行 所以呢 他就跟这个 这个 这个贺子珍呢 就是很频繁 那这一频繁不要紧呢 回一回就中标 就 就 就什么了 就是这个 还孕了 还孕的话 你要知道这个 这个贺子珍呢 他这个 他这个农村妇女 他不像江青 懂得避孕呢 什么 他不懂得避孕 所以呢 回一回就 就 那什么 就那个 那完了生 那 你没法生存啊 他要打仗 要工作 那时候 不行了 是吧 所以呢 赫子珍就很害怕 跟毛 这个 有这个 性生活 一有性生活 他就容易怀孕 一有性生活 他就容易怀孕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 他就老躲着毛 躲着毛 当然后来呢 也有一些 其他的原因 吃醋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这个 美国记者呀 还有些其他的 女的跟毛 有些交往啊 他有时候也确实有点吃醋 但是 都没有能够达到 就是俩人 这个 关系就崩了 还没到这种 地固 还没到这种地固 但是呢 确确实实呢 这个 赫子身体呢 他有点不行 他在毛身边 那他老得有这种事 是吧 那 可是毛呢 也不会说 他就验了 咱们可能有验 你没有别的女的 就是这个 你在一个孤岛上 就这么一个女的 你试试看 你只能跟他 不可能跟别的 是吧 所以当时的话呢 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 是吧 毛就像后来解放以后 他把年时候 想跟哪个女的 就怎么样 看上去 那那个时候可不是 没有 没有这么回事 那个时候没了 这个呢 就是还不是像那个 现在的人后来因为 李医生呢是看了毛后来 是吧 很随意 那个时候 哪能随意去 那 说在你能到个五楼一下 就不错了一下 所以这个呢 还是 不是 准确 我认为 他理解的 不够不够准确 那这就实实呢 当时呢 这个 这个谁呢 这个 赫子珍呢 一方面他也不想 看着毛呢 对吧 有一些女的到他那去 他也不想看着这些事 另外呢 这个他呢 身体呢也确确实是不行 老我这种事呢 一动怀孕 一动怀孕 后来他的身体 确实也有 其他一些病状 然后就 去看病去了 看病了之后 他就没回 就没有回延安 然后就直接就是 就就就就 就笨了 因为医生 劝他说你在这不行 我治不了这个病 你还是去苏联吧 苏联可以可以治 他是在哪里看病的 离开离开延安 到了什么地方 当时在 是 西安还是哪 反正是个大城市 不是不是延安那小地方 是个大城市 去去看病去了 现在我有点忘了 可以查一下资料 但是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然后看了病呢 就很多说 医生说不行 就我们这也看不了 而且他呢 又不能到那个 国统区去 为什么 因为他毛泽东的夫人 就是这个 这个就很容易出事 因为杨开慧 以前有过这个教训 如果你到国统区看病 一旦传出去了 那 把他抓起来的话 那对毛也 也不好 那时候 那时候37年 刚刚 国共刚刚合作 那时候还很乱 那么 就说呢 到苏联去看 苏联是可以看这个病 于是乎就决定去 就这么个 就没有回银安了 没回银 直接走了 没回银安 他直接从那边 就直接走了 这个呢 我记得我爸跟我讲的时候 还是讲得清楚 虽然 虽然我那时候还小 但是我也都记住了 当然也有可能 我搞错 但是我相信我的记忆 还是 还是正确的 就这么着 所以呢 那个 我父亲呢 跟这个贺子珍 也是很熟的 那么解放以后呢 他们也见过面 啊 那贺子珍呢 确确实实到后来呢 他的精神上呢 就很放肤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 我不知道 就是李医生呢 他说呢 毛呢 跟这个 跟这谁啊 跟贺子珍呢 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离过婚 这件事情呢 我不知道 是否正确 因为呢 就是我 父亲他们那一代 就是后来不是 就是很多人在延安都找了老婆了 以前都是有过老婆 后来 后来有都找老婆了 那么后来中央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定 然后由国家来 解决这个历史的战争的 这个特别抗战 就是所谓抗战夫人的问题 这个不是中共中央 是从国民党那儿就有一个 就这样一个规定 就这么一个 然后中共呢 也搞了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跟那些 相似的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具体办不办 这些人 就比如说 包括我父亲的前妻 有没有最后给办离婚手续 这个当初根本就说在结婚也没有结婚手续 但是呢反正政府呢 就给你管起来了 至于这个 但是也跟他呢 讲清楚了这个事情 就是你们分开了 就没这关系了 至于这个具体的手续怎么办 我还真不知道 我这个情况 包括他们的孩子也给养着国家什么的 这些安排什么的 甚至于你要想去见 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的 那么 因为确实有这种关系 可是呢 这个 你比如说刘少奇的女儿 刘涛 是吧 也给他安排到 这个刘 刘少奇身边去了 是吧 这些的话呢 都是 国家有一些 当时有 有个规定的 但这个规定具体什么 那时候我也小 我也懒得打评 我也懒得问这些事 算了 就是这个呢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 这句词是 什么 所谓离婚 根本他就 反正我爸那时候跟我们说 没离婚 因为那时候 那个 这个贺到延安去了 刚刚去 这边就结婚了 就是1937年底的事吧 是吧 那就 就就就就就结婚了 所以 这个 我爸爸当时就大吃一惊了 没离婚的怎么就结婚了呢 反正当时 后来那个谁王家贤就 跟我爸说千万别提这事 千万别 千万不要再提了 那个毛跟张文天都打翻了 为这事翻脸了 我爸吓得也不敢说 也不敢说了 传说中间那些所谓的语音老 反对这个他们结婚 毛泽东和江村结婚是真的假的 有这么一说 甚至于呢 包括李志隋都说 有这么一个文件 但是 但是 谁也没看到这个文件 我有点不相信 为什么呢 你什么时代有的这个文件 你是在延安时代有的这个文件 你还是 解放以后有的这个文件 如果在延安时候有这个文件 不可能 为什么呢 当时毛已经跟你们翻脸了 他怎么 中央你敢做这个文件吗 后来这个 像这个谁 那个周恩来他们这些人 这事提都不敢提 是吧 毛已经翻脸了 你想当时如果当一个人翻脸的时候 你这个政治局你还敢再下一个文件 你说什么呢 简直是 都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是吧 他讲话 你干涉我的私人生活了 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们哪个 你们哪个领导没有接过 接过二次婚姻 每个人都有 是吧 你中央都开一个 都 都弄一个文件 这有这可能性吗 这个 我觉得是不太可行的 就是说 所以说在 1936 37年 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时候 就这么一个文件 我觉得是没有 没有这回事 这个解放以后 更不可能了 那后来那个谁 李之随的说的是 解放以后 曾经有这么文件 我觉得就更不 更不太现实了 那毛的什么地位 你还敢动他这个 这已经有点 我觉得 没有这么一个文件 如果谁说有的话 我希望能拿出来 那我这服气了 但是我 凌我的感觉 没有 为什么因为我爸爸 亲身经历这个事情 如果他要是有的话 真要有这么文件的话 那我爸就应该知道 是吧 都是传的 全是传的 说毛 同意了这个 他才结婚 怎么可能呢 他跟张文天都打 张文天一把手 谁都拦不住 怎么可能说 他同意了再结婚 他就已经把张文天 骂得昏天黑地了 是吧 我就结婚 你怎么着吧 你管着吗 那你怎么可能说 大家伙还就能有文件 那毛 那这句话哪来的 毛这句话哪来的 跟张文天打翻了 我根本就不理张文天 而且说你张文天你管不着 我就结婚 你怎么着 那如果要有这个文件 毛主席可能会说这句话 不可能 存在 我们编导找一下贺子珍的照片好吗 编导找一下贺子珍的照片 我们这一集重点还是讲的贺子珍 江青我们可能要下一集再讲 江青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单独讲一集 非常值得 贺子珍的话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他晚年还是一直很悲惨的对吧 就是主要是嫉妒 主要是孤独对吧 这些地方领导或者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怎么去照顾他 你对各自家的网友 对他照顾还是很好的 因为他呢 他是老红军的 所以他的工资待遇都很好 生活都很好 只不过呢 他应该是个农民嘛 所以他 后边也没有享受什么太多 但是就是照顾都是一直有人照顾 他都有 生活也是没有问题 只是呢 他的精神呢就是 可是他呢一天到晚还想着毛 是吧 他跟我爸爸在一块说聊天说也说的都是毛 他有点有点像那个 鲁迅写的那个人物就是那个叫什么这个 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 江林嫂 这个这个就是 鲁迅的小说里面写的人物相上 就是他他说的东西还都是说说的是毛的事情 或者是要不熟他就不跟你说话 哎呀他懒得理你 跟我爸爸呢比较熟 所以他跟我爸呢 也还说这个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 我爸爸呢 他们这些也都没办法 只是回来就说哎呀 挺可怜啊 老太子没人管 其实没人管呢也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生活上 应该也是没什么只是说 不像你这个在位啊什么前夫后拥啊什么的 有人来经常看你呀 偶尔呢也有人看 偶尔还是有人 像我爸就去看 偶尔还是有人 就是等人家到他身边的时候 讲是他也在这 哎我爸 那不行 这个我就去看 这个还是有 啊 那 但是呢 我觉得我爸爸呢 说的就是他还是 老惦记着毛 特别是惦记着现在 他惦记着现在 就毛现在的这个 他老说那个历史也是 就是说 比如跟我爸就是说 因为我爸不是 在那个江西的时候 也曾经 把他弄到地方去了嘛 他就做了那个江西 当时苏维埃红区的 生产部长 就跟毛一样 毛也是到地方 我爸给他 后来那个长征的时候 我爸又回 在编导 多找几张赫子珍的照片 啊就是 赫子珍在当时候被认为是 一枝花是真的假的 呃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 赫子珍为什么呢 认为是一枝花呢 一个他长内还可以 另外一个呢 他很有那个 很有风采 他是 春秋装拿枪的 这样 那个 画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你要知道 就比如相当于一个民兵队长 那你多帅啊 这个 谁有 谁 谁能有这么帅的啊 他就相当于这 他是一个女的 女的这个 军官 所以呢 那穿的 那就跟老百姓不一样 所以他 弄的短发呀 然后那个穿的 带着那个腰带呀 然后什么 跨着伯克枪啊什么的 所以他那个 挺有神采的 就像 有一段时间比如像那个我母亲 他们都穿列宁装 是吧 你要知道女的穿列宁装就觉得特帅 特特特特特神气 就这个意思 所以当时呢也是 这个这个 他跟那个谁他们好像不太 一样跟邓友超他们 不太一样 他更 更的有点那个 那个戎装的那种感觉 邓友超他们还是比较地方性 地方性比较强 还有这个像朱仲丽啊什么那样 他们都是 很文的 他是戎装的 他是打仗的 所以就像你 穿一身戎装 骑个马 拿着枪 冲锋陷阵 你一看那个 真帅 就这个意思 所以伊之华讲是这个 跟那个漂亮不漂亮的 没有太大关系 当然年轻 你想那时候二十岁年轻了 那到底还是 还是有一点资色的 大眼睛 是吧 所以还是可以 包括现在好多人 说这个江青啊 长得多难还多难看 那年轻人说还是可以的 要不然怎么能当演员呢 这个也不是 就那么简直 就能当演员 长得还得说得过去 写条啊 还得说得过去 后来人们就带了一些偏见 再讲那些话了 而且有时候一些传闻呢 尤其是 中共一些语音老 像李治水先生这种人物 他一旦讲出来 哪怕是他记忆错了 大家也认为是真的 这是 就是 刚才我们不是讲了这个 这个事情 就是 我觉得他这个呢 还是 历史上稍微有点出入 因为他 他到底不是那个时代的人 他只是凭他现在 看毛 这么花 是吧 那个时候是吧 到了延安了 那么多女的了 是不是 那他又开始花了 那这个 那时候 还真到不了 如果真要是 那个时候 这个共产党全那么花的话 那共产党早就垮台了 那就 这个还是 那个时候还 打不到 偶尔有 但是还打不到就是随心所欲 随便就是胡乱发 那也不是这种回事 好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彭赛利先生 今天又跟我讲了快一个小时了 对啊 一不小心 所以聊天了 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知不知聊了很多内音 但是好像刚刚开始聊一样的 那我们下一集讲什么内音 我们先保密 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想讲江青 这讲江青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话题 OK 不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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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断 打断打断打断要观众气死了 为什么突然打断 武断不是打断是武断OK 谢谢彭赛利先生 谢谢我们的观众 谢谢我们的编导 下一次再见 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请您来点赞转发